大家好 上一次我们学习了一下这个ufd什么样 内建的环境变量 内置环境变量 那咱们这次可能学习一下用户自定义的环境变量 用户自定义的环境变量的话 在我们实际的工作过程当中用的其实也是比较多的 特别是几个脚本共同使用一些环境变量配置的时候的话 我们都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么我们还是以脚本的方法给大家做展示 那么这次跟之前我们做的不一样的 就是说这个脚本呢 我们不物质 我们直接补对象 然后呢自己手动来写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好你可以新建一个啊 我这里面用以前的那个空的脚本 打开以后大家看一下脚本是没有的 那么呢接下来呢 我通过什么样 添加对象到对象库的方法 来实现这个脚本 资源对象存储库 点添加对象这个按钮 好这个时候比方说我们点一下这个 接下来注意了啊 你只点它 确定的时候 那么它只会把这个加进来 那么我们其实可以把dialog点一下 好确定 这个时候大家看到没有 它会出现一个新的 叫定义对象的什么呀 筛选条件 那么这里面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选择请选 点这个请选定的 也可以把默认对象都抓进来 那么我这里面就把默认对象都抓进来 大家看到没有 你看你所有用到的可能都抓下来了 是不是 就是这个cancel 那怎么用不到 删掉 have也不用 删掉 不用了对象 大家不要填进来 填进来这样的空间 OK搞定 那么接下来 我们直接的写 dialog 然后跟什么呀 跟什么edit agent name set set是设置的 意思 好 mercary dialog 点winsmailedit password 点set 同样的是dialog 点什么 点button one button是不是 好 ok 点click 好 这样就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手动的启动我们的应用程序 是不是 把这个就取消掉了 手动的启动应用程序 那么是system util.run 好 后面跟什么样 应用程序所在的路径 copy一下 copy 到这个里面我们什么 粘一下 有点慢 把它粘贴过来就可以了 好 粘贴过来以后的话 咱们可以回放一下试试 回放一下试试 可以的没有问题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用户 之地的环境面来怎么做的 那么首先是这样的 我现在需要把这个用户名和 密码给改掉 好那这时候怎么做 大家看一下 dim username 还有什么呀 password 那么我把这个地方 常量 我就把它改成什么呀 变量username 下面是什么 password 然后的话 那么username和password 我要从环境变量里面去 大家看一下 第一种 用户自定环境面量 第一种 我们可以使用图形界面操作 用户自定 大家看到吗 第一个大家看一下 添加username 10 你可以有mercury 是不是 再看一下 再设定一个变量 password 10 也是password 也是mercury 好 确定 应用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的话 其实也就是你自己创用户自定义的 也是可以变为内部的什么 这个 困境变量的 那么你可以把它导出来 把它生成一个什么 xmail文件放到外面来 比方说我们放在c盘 比方说login 什么样 username 大家看一下 保存 确定 好 这是一种做法 那么接下来我们引用的是 username 等于 等于 envariant 等value 一样的 这里面大家看一下 你刚才创建了 我们看一下 创建的username 我们看在不在 二财战的 看到没有 那password呢 一样的 对不对 romtg 好 我们看一下password 二财战的 我们记得就直接写算了 好 从这样的方法 也可以实现 环境变量 那么这样我们运行一下 看能不能把数据取出来 也是moklin 没有问题 对不对 那这种实际上是通过图形 发作 其实你刚才新建的 这个环境变量呢 其实就类似于我们 系统内建的 ufd内建的 那么我们还有一种做法 是什么呢 是用xmail文件的方法 自己来生成这样的一个 环境变量 那么这时候 刚才大家看一下 它的格式是什么样的 刚才我们这 这个用图形操作的时候 我们导出了一个文件 叫login.user.x文件 那么我们打开看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 对 这里面我们用 其道的方式打开看一下 用记事文看看 一样的 好大家看 这就是我们什么 内部的一个结构 那么假如说是这样的 我现在也构造了这样的一个文件 那么我在代码当中 该怎么去调用它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前提是把什么 这个删掉了啊 我就只假设我自己写了 这么一个环境变量啊 把这两个干掉 好 你现在在执行 肯定是不行的 那这个是假如说我自己 就调用这样的一个 配写好的一个xmail文件 来作为我的环境变量 该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做一件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系统当中 关于环境变量的这种方法的一个使用过程 大家看一下 首先我们做一件事情 你得把这个x面文件导进来 那这次该怎么办呢 首先我们定义一个变量 enviro 好 定义这么一个名称 那么en 上面这个应该是写错了 这个单纸 它等于什么呢 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 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的什么呀 叫扩展名称 扩展的文件面 或者外部导入的文件 那我做这一步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我先判断 我这个环境变量是不是导进来了 如果导进来了 我就不要再导入 如果没有呢 我就把它导进来 好 衣服什么呢 enviro 它如果是等于什么呀 等于空 那说明什么呀 我的环境变量文件并没有导进来 是不是 这个 环境 变量 配置文件 上位 导入 好 接下来怎么办 你是不是要导入进来 那怎么导入呢 你看enviro dn是什么load 你看load是加载我们的环境面 x面文件 好 是这样子的 如果它为空 我们就把它导进来 那这个是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接下来其实是一样的了 你看啊 username 哦 已经下面已经有写了 那我们就不管了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运行去看一下 把加文件保存一下 这里面也错 大家看一下 躲了个等于号 好 没有了 接下来我们来运行去看看 如果它同样的登录说明什么 我们可以自己来控制这样的一个 配置文件 你看啊 还环境面量文件上位 配置文件上位导入 接下来你就进行导入 输入用户密码 看到没有 没有问题对不对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environment 对象 来对这个 环境面量的配置文件进行导入的一个方式 这个呢大家了解一下 在我们实际测试的过程当中的话 如果说你设计的多个脚本行后之间 什么呀 需要调整需要配置的话呢 我觉得用这个方法的话 还是比较好的啊 便于这样的 这个测数据的一些什么 控制啊 测数据的一些控制 假如说你用X面文件写一些测试任务的什么 计划分配的话呢 我觉得也可以透过这个环境变量的方法 把什么这些计划导进来 使用啊 OK 那这个呢就是说我们用户自定义的 一种是通过图形方法自定义 让它变成内建的环境变量 一种是咱们通过什么外部的X面文件 然后呢 通过什么呀 load file这种方法把它导入进来 然后呢 再来就调用我们对应的什么 环境变量的值 这个 这个是两种什么操作方式 两种操作方式 那么这次课呢 给大家就讲了这边 下次课呢 我们就把这个内建的环境变量 和用户自定义的环境变量 两个结合起来 来做一个这个测试脚本的设计 那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一个 这个测试环境初始化的过程 好 那咱们下次再见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观看